你的光是我脚尖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尖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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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賴建国 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 圣经里面的《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是摩西亲身经历 然后写下来的书卷 所以这卷书里面 我们看到它在记载的时候 非常的生动 鲜活 也让我们可以生利其境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就是食灾 食灾在圣经里面 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方面讲到上帝借着食灾 击打埃及人 刑罚他们 恶待以色列人 另外一方面讲到上帝借着食灾 带领以色列人 就脱离埃及的奴役 带领他们前往应许之地前去 食灾对于摩西来讲 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上帝借着食灾 给摩西在职的训练 摩西虽然是蒙造了 他对上帝有了初步的认识 但是他对上帝更进一步的认识 是借着侍奉得来的 而他第一个最主要的侍奉 就是用食灾来击打埃及人 在这个食灾的侍奉里面 摩西就认识到上帝的本性 认识到上帝 他的信实 公义 慈爱 跟圣洁 摩西更认识到 这位上帝 他是垂听祷告的神 摩西也经历到上帝的全能 真的是何等的浩大 胜过撒旦的作为 胜过法老的刁难 胜过法老术士一切的能力 摩西就这个食灾对上帝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个让他在以后40年里面能够更加好的侍奉上帝 那我们看到的食灾 食灾从出埃及记的第7章一直记载到出埃及记的第12章 这段经文里面有些弟兄姐妹读的时候就跳过去 觉得说这里面好像我们很多地方读不太懂 但是其实这段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看 我先从他的文学分析跟大家来看到 我们称作食灾呢 其实并不是杂乱的把这些灾就记载在一起 而是经过精心的思想组织 有很好的文学结构的 这十个灾一共是可以分成三个循环 每三个灾是一个循环 每一个循环呢 第一个灾都有摩西按照上帝的吩咐 清早起来就去见法老 而且给他警告 每一个循环的第二个灾 也有讲到摩西来见法老 可能是在法老的宫中 但是每一个循环的第三个灾 就都没有任何的预警 就直接的就行出来击打埃及人 那这十个灾呢 第一循环讲到尼罗河的水就变成血 河里面的青蛙就上到岸上来 第三个灾呢 就是有地上的尘土就变成狮子 第二个循环是讲到苍蝇成群而来 牲畜就染了瘟疫 而人身上也长了疮 第三个循环呢 比较是大自然里面的 讲到天上就降下冰爆来 还有蝗虫就布满在他们的田间 第九个灾呢 是心理上面一个很大的打击 就是日头都变成黑暗 有整整三天的时间 在埃及看不见任何一点的光 他们在黑暗中间来摸索 然后最后呢 再有就是第十灾 也就是最重的一个灾 杀埃及人的长子 跟他们家里面投生的牲畜 那这个十个灾呢 我们再比较详细的来看它 就注意到 在前面的第一个循环里面 有亚伦的参与 亚伦手里面拿着杖 摩西吩咐他 他就用这个杖来行生机 让尼罗河的水变成血 河里面的青蛙跳到岸上来 还有呢 他指向这样的尘土 尘土呢 就变成了一些跳蚤啊 小虫之类的来伤害人 但是第二个循环呢 亚伦就退居幕后 不再出现了 也没有提到任何人 不管是摩西 或者是埃及法老那边的人 他们用手上的杖 来做任何的事情 但是到第三个循环呢 就是第七个灾到第九个灾 是上帝吩咐摩西 用手里面的杖 来执行神迹 所以摩西用手杖 让这个天上的冰爆降下来 摩西用手上的杖 指上这个地 地上面呢 就有蝗虫 就是从远方就飞来 遮满整个的地面 大黑暗的灾呢 是摩西按照上帝的吩咐 把杖就指向天空 天上的太阳就黑了 整个天空就变成一片黑暗 那这些呢 都是摩西按照上帝的吩咐 来行这几个灾 最后一个灾呢 杀长子 看起来呢 好像摩西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只是上帝自己亲自来 击杀埃及人的长子 在这里我们也注意到 就是他描写笔法里面 有一些反讽的笔法 这是我跟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 我们在看到石灾的时候 会想到 当这些灾祸 那样子的不方便 那样子的痛苦 那样子让人感到 内心的恐惧等等 法老呢 一定会赶快希望啊 这些灾 就快快地就离开他们 但是不是 你注意到呢 像这个 当上帝施行这些灾的时候 摩西来问这个法老 你要这个灾祸 什么时候离开呢 打个比方说 第二个灾 就是河里面 有青蛙上到岸上来 法老不是说 立刻 现在 马上 反而呢 他讲明天 好像他在那边 试试看摩西的功力 看看摩西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由法老来定归时间 法老决定了 说明天这个时候 那摩西呢 就到外面去祷告 求上帝 上帝呢 就按照摩西所祷告的 按照决定的那个时间 就让这个青蛙 就完全地死去 让埃及人那个灾祸 就可以减少 那这个法老 他到底是 那个时候心里面 怎么样想的 我们生事爱 是很难的 他是在那边 要来就是 让人看到他的权能吗 他是在那边 要试试看 摩西到底有多少功力吗 还是让我们看到 他只是顾到自己 权威 却对于老百姓 一般的生活的疾苦 他是完全不在乎的 再有呢 我们看到 就是上帝分别 以色列人跟埃及人 埃及人的地 遭遇到死灾的打击 而以色列人呢 最前面一两个灾 没有特别提到 但是到第三灾 第四灾以后呢 就非常非常清楚讲到 上帝就分别以色列人 不受到这些灾祸的影响 当这个埃及人 遭入大灾的时候 以色列人住的地方 却是一片的祥和 没有任何的灾祸 这就显得这个灾呢 越发的恐怖 越发让埃及人感到痛苦 再有呢 在这些灾灾里面 我们也注意到 就是法老的反应 起初开始的时候呢 讲话非常的强硬 坚决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灾祸严重的时候呢 他也许会改口一下 就说好了 等到这个灾祸离开了 那么我就让以色列人可以走 可是呢 等到灾祸真的离开了 法老就食言 他就反悔了 不让以色列人离开 这样子的事情呢 一而再 再而三 不断地发生 一直到最后呢 甚至连摩西都跟法老讲了 你再也不可以食言了 你不可以说话不算数 再由我们看到呢 就是摩西在这上面呢 他的诉求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 上帝吩咐说 要让我的百姓离开埃及 到旷野里面去 走三天的路 然后上耶和华来献祭 来侍奉上帝 这个呢 一点都没有改变 反倒是我们看到法老呢 法老就在这上面了 不断地在那边 就是让步 一步一步地退让 起先着不肯让以色列人 有任何的离开 后来说 OK 你们就在这个本地啊 就在这个地方 来敬拜祭祀耶和华 以后呢 他看到这个样子 也不行 他就说 那你们的男人去 你们的妇女儿童 还有你们的牲畜 都留下来 以后呢 再讲到说 你们去的话 不要走太远 以后又讲到说 好了 你们都去 但是你们的牲畜留下来 一直到最后呢 法老才能够 完完全全地 答应以色列人的要求 你们要去的人 通通都去 不论是男人 女人 妇女 孩童 你们的牛羊 牲畜等等 通通都带去 来侍奉 敬拜 你们的上帝 所以摩西从一开始 讲到那个要求 他一点都没有退让 反正是法老呢 一步一步就退让 不过在这边 我们也要讲到 法老对以色列人退让呢 但他内心里面 好像对上帝 还是非常的 刚硬 不肯真正地悔改 认识上帝 遵从上帝的吩咐 结果这个事情上面呢 他付上了很大的代价 那我们再讲到说 这个石灾 里面啊 让我们印象 另外一个很深刻的 就是摩西的祷告 摩西祷告呢 上帝就听 摩西怎么祷告 上帝就怎么垂听 摩西祷告呢 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 他跟法老讲好 法老说 我有罪了 我的百姓受苦了 请你为我们祷告 让这些灾祸可以离开 摩西就真正地 为他来祷告 但是我们注意到呢 摩西并不是 当着法老的面 就来祷告 而是说 等到我离开了 法老的宫廷 我到外面去 再向上帝来祷告 为什么要离开 法老的宫廷呢 这个中间有一个原因 因为法老的宫廷 是他权力的所在 法老的宫廷 也是法老跟他的臣民 敬拜他们所拜的神的地方 摩西不在那边祷告 免得让这些法老 跟他的臣民 就有一个错误的印象 以为摩西是像 埃及人所拜的那些神明来祷告 所以摩西说 等到我出了法老的城 到了宫廷外面去 然后在那边呢 再向上帝来祷告 而且我们注意到 凡是摩西祷告的 上帝都垂听 都成就 再有的我们注意到 就是 摩西祷告 他不会按照法老 恶待他们的 他的反悔那样子 用同样的态度来对他 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 一个提醒 跟鼓励 法老那边不断地食言 法老态度很恶劣 但是呢 摩西为他祷告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 摩西第一个为人带祷 是为法老来祷告 是为他的仇敌祷告 是为这个不信上帝的人祷告 但是摩西的祷告 上帝垂听 而且摩西为他祷告 不是求上帝击打他 而是求上帝来拯救他 求上帝解决他 一切的这些难处 当那个法老说 我有罪了 我要向上帝来认罪 求你呢 就为我来祷告 摩西就真正地为他来祷告 让埃及的灾祸 能够减缓一点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还有很多值得看的 那我现在再从 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到 这是有一些人尝试着 用自然界的现象 来解释食灾 但是我必须说呢 这样子的解释 是不够完全的 里面一定会有一些 就是把这个神迹的因素 就完全除掉 其实这样子的解释呢 在大概1950年代 就有人很有系统地 把它这样子做解释 有一个学者呢 他就提出来说 第一个灾 尼罗河里面的水 变成血 其实呢 是尼罗河上游 不管是白尼罗河 还是那个蓝尼罗河 从那边呢 就有一些这个红枣 里面有红枣的这些土呢 就这样流失下来 里面有这个红枣 红枣呢 不断地繁殖 在这个尼罗河里面呢 就看起来像一片的这个血一样 所以像血红的 或者是有人讲到说 那个是 人看到这个太阳在落下去的时候呢 映照在尼罗河的 这个河面上面 看起来就像火红的一样 以为说那就是血 但其实呢 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那这样子的解释呢 我讲到说 他们这样一贯的讲法呢 有几个可以一连续下来的 因为尼罗河里面的水呢 充满了红枣 都变成这个 里面所有其他生物都死掉了 鱼也死掉了 变臭了 这样子的话呢 所以这个青蛙 在这个尼罗河里面待不住 他们就是河里面就上来 青蛙上到这个岸上 实在是太多了 多到一个地步呢 他们后来 就是被那个 人打死了或者怎么样 就堆满在岸上 他们死掉了呢 尸体也没有被丢出去 又被埋起来 结果在上面呢 就腐烂 就发臭 结果呢 就很多的成群的苍蝇就来 苍蝇来的呢 就带来牲畜也染了瘟疫 人也长了农疮 所以呢 就是一个灾一个灾 这样继续发生 再来呢 那个降冰暴啊 这是天上 自然界的这个冰暴就掉下来 那么蝗虫来呢 正如我们看到在埃及 最近还是有这个蝗虫的 大黑暗呢 他们要来解释呢 就是说 那个是在沙漠的地带 对不对 阿拉伯沙漠地带呢 有那个沙尘暴 沙尘暴一过来的时候呢 遮天蔽日 让人不见天日 人以为就在那黑暗中间一样 在心里面受到很大的打击 那这是他们用来 用自然界的现象 要来解释这个石灾 但是我自己呢 觉得说 这个还是不够完全 第一个就是已经有问题了 第一个那个灾呢 水变成血 实际上明明讲出就是变成血 不是说看起来像血 还有注意到呢 实际上讲到说 那个水变成血 不是说在尼罗河里面 那个水变成血 连木头 连石头里面 都是充满了血 那个重点呢 是讲到 在埃及那边 所有的水源 都已经被这些血 就污染了 如果是讲到说 用自然界的现象来讲它 说那只不过是 尼罗河上游的那个水里面呢 有的一些红枣 红枣呢 这样顺势下来呢 逐渐的就 这个繁衍了 衍生 然后就变成了 红枣就充满在水里面 这样子就不能解释说 连这些树木里面 树里面也都是红枣 或者石头里面 也都是有那个血 那这样子讲不清楚的 所以那个呢 我们不能够用自然界的解释 就来做完全的推论 当然说降冰暴的话 这是自然界的现象了 但是那降冰暴的灾难 程度远远超过一般的 这些降冰暴 那这个呢 显然就是神机 而蝗虫来呢 这个可以用自然现象来解释 可是按照那个时间 是摩西所说的那个时间 蝗虫来 摩西所说的那个时间 蝗虫就通通都离开 这个呢 你只能够用神机来做说明 所以这个是我简单地讲到 我们如果要用 自然界的现象来解释 这个实在的话 是不足够的 还是必须用这个神机来解释它 那么我们再看到另外一方面 就来看这些的实灾里面 有一些重点 实灾呢 我们还注意 每一个灾里面 都有一些新的发展 法老对自己有新的认识 他对耶和华也有新的认识 而摩西呢 他跟以色列百姓 对耶和华也有新的认识 跟新的经历 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看 比如说请各位看 这个实灾里面的第一灾 就是尼罗河的水 变成血 我们到埃及的时候呢 当然大家最兴奋的 就是看金字塔 但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尼罗河 金字塔离开尼罗河不算太远 是在尼罗河的西边 人呢 一般是住在尼罗河的东边 所以他们就是用这个尼罗河 做一个分界 那在今天 尼罗河还是在埃及那边 整个农业跟一般民生的命脉 因为尼罗河呢 从古以来 就是每年都有泛滥 尼罗河是埃及唯一的一条河 而且是从南边 一直流向北边 从这个地中海那边 那个在出海的 尼罗河也是全世界最长的河流 也不要怀疑 智力上的最长的河流呢 不是长江 也不是黄河 也不是密西西比河 而是在非洲这个地方的尼罗河 它从乌干达那个地方 一个大湖那边开始 就往北边这样子一直流呢 一直流到地中海那个地方 入海 经过了好几个国家 它不是只有在埃及 不过呢 确实是在埃及那边 最主要的 其实也是唯一的一条河 它到了这个北边呢 到了今天的开罗的附近呢 它就分散开来 成为一个尼罗河的三角洲 那那个地方就有很多的运河 大大小小的纵横交错 那在这个开罗的那边的尼罗河的边上呢 今天还有一座五十层楼高的开罗塔 那是在那一带最高的一个建筑 那我到开罗那边去的时候呢 导游说你要不要上这个开罗塔上面去看看 我想这个才五十层楼高 那有什么了不起 我在芝加哥的时候 还曾经上过当时世纪上面最高的 就是那个Sears Tower 有110层高 那这个塔呢 跟那个就是只有它的一半不到 所以我就没有上去 不过各位有机会呢 我现在想想啊 还是有机会上去看看是不错 可以看到整个尼罗河会是如何 尼罗河有什么重要 尼罗河是象征在埃及里面的生命 因为所有的人 所有的树 所有的牲畜 都是靠尼罗河的水 来供应他们生命的水 所以尼罗河在埃及是象征生命的 可是摩西按照上帝的吩咐 行的头一个灾 却是击打这个尼罗河 尼罗河的河神是代表生命 可是击打它呢 是代表他们生命的源头 都已经受到上帝的攻击 那在这里面 我们注意到呢 一个反讽的笔法 就是在这边可以看到 当摩西跟亚伦按照上帝的吩咐 把这个尼罗河的水变成血的时候 法老呢 就吩咐术士来 他这些行法术的人 也就伸出他们的杖 伸到尼罗河里面 让这个尼罗河水呢 也就变成血 这个让我们感到很特别 怪灾 这些术士呢 他们不是去证明有能力 消除这个灾害 反而是指这个灾情 更加的加倍 而法老呢 也竟满意他们的表现 对摩西跟亚伦 却置之不理 对人民的苦难呢 更加的置若罔闻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面 看到很特别的 下一个灾也是一样了 尼罗河里面的青蛙 到这岸上来 法老吩咐术士呢 术士也照样行 让那个加倍的青蛙 就到岸上来 以前我小的时候 唱过一首歌啊 一只青蛙一张嘴 两个眼睛四条腿 噗通一声跳下水 一只青蛙很可爱啊 两只青蛙那也还可以 但是一群青蛙啊 地上到处都是青蛙 那是很可怕 不但是这么多青蛙这么可怕 还要加倍的青蛙 上来啊 那是更难过的 但是法老呢 竟然就是这样来做 我在这边先简单的 跟我们大家反省一下 这个第一个灾 实灾呢 是象征后来耶稣 所要行的神迹 但是刚好呢 是强烈的对比 在这个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 第一个灾 是把水变成酒 很特别 他也是在那个水里面行 不过却是把水变成酒 实在的第一个灾 是把那个水变成血 让人不能够饮用尼罗河的水 原来赐给人生命的 现在去带给人很大的不便 但是耶稣行的神迹呢 第一个是把水变成酒 在这个婚宴上面 酒是代表快乐 酒没有了 不是很煞风景吗 耶稣却让这些人 可以享受到丰富的预备 让他们一无所缺 而且摆上来的是上好的酒 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记载 好几个神迹 最后一个神迹呢 是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 这个跟初爱奇记里面的第十灾呢 刚好又是反过来 初爱奇记的第十灾 是杀长子 带来死亡 带来刑罚 带来灾祸 而耶稣行的神迹呢 却是叫人从死里面复活 带来生命 带来喜乐 带来盼望跟平安 这个跟十灾的第一灾 跟最后一灾 刚好是相反的对比 而约翰他在记载末后的启示 这个末后启示里面讲到说 末后的大灾难 在那些大灾难里面呢 上帝要降灾 来行把这个不幸抵挡的世代 当第二位天使吹号的时候 神迹上面记载说 海的三分之一要变成血 海中的活物要死三分之一 这个呢 好像是把埃及那边的那个灾呢 当成末后要形成那个灾的 一个预表 当第二个天使把碗倒在海里的手 海就要变成血 海的三分之一要变成血 海的活物也要死三分之一 那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呢 石灾就成为后来 整个大灾祸的一个预表 那我们在这一次呢 看到这个石灾 石灾有很多方面的预表 石灾它在整个记载上面呢 它是用那个三加三加三 这样子一个三个循环来说明 所以是用非常精确的一个文学的构思 来记载 石灾里面讲到自然界的灾害 但是自然界的灾害呢 它的程度 还有它发生的时间 结束的时间 通通都要用这个神迹来解释它 才能够解释得清楚 石灾里面是违反大自然的景况 但是呢 上帝可以用违反大自然景况 石灾 它还能够再次重新恢复 变回原来的景况 重新恢复它创造的光景 而法老呢 跟它的术士刚好相反 他们只能够加征这个灾祸 让这个灾祸变得更加的危害人 却不能够把它变回来 消除这样的灾祸 那我们从这石灾里面呢 也可以看到法老在这中间 他学习认识上帝 他学习认识自己 他从中间 得到了很大的教训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